叶剑英送给毛主席一件物品,主席看后为何拒绝,我不要,快拿走,开国领袖主席的一生,把为人民服务,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非常重。 主席多次对党员干部讲,我跟你们,讲过多次你们,不要脱离了群众,你们必须回到群众当中去谁。 要是响声官发财,就不要在我跟前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,做任何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,不能脱离群众,建国后主席一如既往的经常外出视察,深入基层和群众在一起,清拼他们的心声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,去广场看放礼花主席一出现,参加晚会,的群众就蜂拥而至为助主席高呼, 还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六七个工作人员,也给挤散了,由于主席经常外出,警卫部门就担心这会对主席的安全,不利于事就做出了规定主席外出或在公众场合,必须戴口罩主席对此极不情愿,他说,我到人民群众中,去有什么好怕的,不会害我的,由于主席经常到群众中去。 叶剑英元帅,为此十分担心主席的安全,为了保证安全他想了很久,决定,送给毛主席一件物品。 叶帅跟警卫局长汪东兴说,东兴主席经常外出,喜欢跟群众在一块,我们为了主席的安全,要给主席做一套防弹服啊。 汪东兴说,叶帅你还不知道主席的脾气吗?我劝你还是别做了主席,是不会要的主席,不但不穿而且还要批评你。 叶帅说,我不管那个受到批评,我也乐意,为了主席的安全,一定要做我找人做好以后你送到主席那去。 几天后叶帅把防弹衣做好了送到汪东兴那里。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,来到中海游泳池,毛主席的住处。 当时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,汪东兴到了门口咳嗽了一声,主席抬头一看,开玩笑的说东兴,你给我送什么礼来了? 汪东兴说,主席我哪有什么礼送二寿叶帅委托,给你送来一件物品?你看,这是一套防弹服主席,听到是防弹服后把书放下,不高兴的说,你给我再重复一遍。 东兴又说,乐一遍后主席当即就生气的说,我不要你快拿走,主席见东兴愣住,乐又很严肃的说,哪有怕人民的? 我们是为人民群众服务,的群众不会害我们你们,拿去穿我可不穿。 东兴听完这一番话,后急忙说,主席我错了,这就把衣服还回去。